因為帶回家 我女兒就會說 爸爸這什麼啊 我要看 我要玩 我要拆開 然後她說不行 這是大人玩的 她說不行啊 我要玩 然後這個模型可能就會少了很多塊 就再也騙不起來 感覺會這樣跑 然後還可以挑前進後退 了解 大家把有一些很多笑容習慣 這也太複雜了 開喇叭夾住 喔 好可愛喔 對 現在在我面前這一套 就是孫悠祥在戲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精神寄託的玩具 對 那這台車超酷的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這麼複雜的模型 因為它是真的可以輪子動 然後真的可以有很多小開關 因為我還沒拚完 是我第一次看得到 然後也第一次真的動手去 去觸碰的 這麼複雜 這麼多零件 而且全部手工 沒有任何一個墊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輔助 就是橡皮筋跟 這應該算是 木頭板吧 這一次就 因為接觸到這一款模型 就有一點點覺得 好像是一個蠻好的消遣 就是有時候夜深人靜 小孩都在睡的時候 就可以默默把它拿出來 我一定會放在我的工作室 我一定不會帶回家 因為帶回家 我女兒就會說 爸爸這什麼啊 我要看 我要玩 我要拆開 他說不行 這是大人玩 他說 不行啊 我要玩 然後這個模型 可能就會少來很多塊 我就再也平不起來 所以這件事情 是不會在我家發生的 我們現在 頂多只能在家裡玩 玩他們的樂高 或是一些積慕 那是比較適合 他們現在這個年紀的 好不好